只因为对奖券丢了 结果八百万的豪宅也跟着飞了 一年半前在台中有一家公司 举行了一个全国商圈联合活动的 这个活动 而当初呢还推出了最大奖 是价值八百万的嘉义透天错 中奖的人是一名在主科上班的工先生 但是他事后却发现自己把对奖券给弄丢了 结果呢没有对奖券就没有办法换豪宅 而现在工先生提出了诉讼 但是法官认为这主办的公司 游戏规则写得清清楚楚 不给奖是有理的 你现在得到我们发报王的 在嘉义的这栋房子 那你住 对啊 怎么了 获得大奖这位在主科上班的工先生 第一时间觉得不可置信 但幸运之神眷顾的同时 他却把中奖券弄丢了 找了一个月都找不到 本来没有想说会中奖啊 如果就是中奖啊 就是我没找到 就当作是跟原本 就是也没有中奖一样就算了 当时的回答很豁达 但私下他提起履行契约的诉讼 他认为他已经上网登陆身份资料 而且抽中之后 对方还打电话通知中奖 现在不应该因为对奖券找不到就不给奖 有违诚信原则 但法官认为 主办的公司有明确规定 中奖人要提出对奖券跟个人双证件 最后判决 主办公司不给奖是有理的 而这栋位在嘉义铺子市的800万透天豪宅 现在仍然空空荡荡 没有人进驻 路旁扫地的阿桑 听到这种事也不禁议论纷纷